成立30年 私生超過2000人的盧州區仁愛國小 由於缺乏大型室內場館 于遇到下雨天 小朋友只能在走廊上上體育課 而每年舉辦的畢業典禮 也只能選在狹窄的演藝廳舉行 消防及家長希望 市府能看到孩子們的需要 尽速新建一座可遮風避雨的運動場館 仁愛國小30年來 就沒有一個室內的運動場所 我們的孩子在下雨天或是在晴天的時候 都必須要躲在長廊這邊上體育課 對小朋友來講 這活動空間來講是有所侷限 另外呢 我們在辦像畢業典禮的時候 我們的孩子在裡面 那裡畢業典禮 可是我們的大人都要到外面 要搭拚 其實都很不方便 新北市議員李翁月兒建議教育局 在演藝廳盤的籃球場 新建一座多功能熱活運動中心 不僅可滿足學校需求 也能配合市府政策 設置脫老脫育中心 提供社區裡面使用 讓運動中心發揮最大效益 未來這個地方 富君北側農業區還要開發 所以這個熱活運動中心 一定要做 要做現在要跟學長來研究 勢必連停車場讓獨立出 讓地下停車場 那麼地上的話 就是我們學校的需求 譬如說室內的一些運動的 運動中心 我們的小朋友如果路後 都要宿舍來訓練 包括我們大型的活動 包括畢業典禮都有場地 那當然啦 剛才教育局長講的意思的 一般配合市府的一些政策 當然像社會級的脫老脫育 這個都可以納入 教育局會跟我們學校 還有我們議員 一起來努力 把這樣的一個建設的案子 做好規劃 送到市府的聯審小組 讓它可以順利的來 能夠通過 仁愛國小樂活中心規劃案 若順利通過市府審核 最快明年3月就可動工 預計111年8月完工啟用 將可大幅提升教學 及社區活動品質 記者倫宏採訪報導 請教育局長